圆周长 圆周长就是绕圆一圈所测量的长度单位 我们看这边有个圆 从圆的起点到圆的结束 这样走了一圈 所走的长度就叫圆周长 圆心是什么 圆心就是圆的中心点 直径呢 直径就是过圆心且起两端点 接在圆上的线段的长度 那什么是半径 半径就是圆心与圆一端点的连线的线段长度 直径等于半径的两倍 那半径呢就是等于直径除以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了解一下圆周率 在还没了解圆周率之前 我们可以看一下时代的历史 那三国时代刘徽以歌元素 算出圆周率大约等于3.1116 南宋的组充之呢 算出圆周率介于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 近代日本圆周率达人的近藤茂 利用自己组装的电脑 算出小数点后十兆位数 它的数是5 那所以我们真正的圆周率的公式是什么 圆周率的公式就是 就是你把圆周长除以直径 就可以算出圆周率 那我们在小学大部分 圆周率都会用近视值3.14来计算 圆周率在国中就会用一个符号叫做 π来代替而不用3.14了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圆周率的一些公式 还有圆周长的计算的公式如下 圆周率等于圆周长除以直径 大约等于3.14 那我们算圆周长怎么算呢 就大约等于直径乘上3.14 那直径等于什么 直径就等于圆周长除以3.14 那半径我们就可以用直径除以2 所以了解一下圆周长是这里 直径在这里 那所以整个圆的圆周长去计算的时候 就把直径乘上3.14 就可以算出圆周长来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范例 直径120公分的圆 圆周长是多少 我们依据我们所学的公式 来看一下圆周长等于直径乘上3.14 那就可以计算了 直径是120乘上3.14 所以大约就等于376.8 所以这题答案约376.8公分 圆周长的单位是长度的单位 也就是用毫米公分公尺公里来代替 好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范例 小华用一条19公尺的绳子绕圆形实柱一圈后 绳子还剩下0.16公尺 请问你实柱的直径是多少公尺 我们来看怎么计算 圆周长先把它减一下 就等于19 减掉0.16 把剩下的扣掉 是不是就绕 这绳子就是绕圆一周的长度 那等于18.84 我们可以知道直径的公式是等于圆周长除上3.14 那就等于18.84除上3.14 这答案等于6 所以直径就是6公尺 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范例 爸爸一步长65公分 他绕着圆形广场外围走一圈 刚好走了628步 这个圆形广场的半径是多少公尺 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目怎么解 第一个我们先了解这圆形广场的周长是多少 所以圆周长就等于65公分乘上628步 就是等于40820公分 直径就等于圆周长除以3.14 也就是40820除上3.14 等于13000 半径又等于直径除以2 就等于13000除以2 等于6500公分 那6500公分就等于65公尺 看到最后的单位是要计算公尺 所以答65公尺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题 算出右图中灰色部分图形的周长是多少 我们看到右边图形它的直径是6公尺 所以算它的周长要半圆的弧长 再加上半圆弧长之外 是等于一个圆的弧长再加上两个直径 才是形成这整个的周长 我们看题目怎么解 第一个圆周长是不是等于直径乘上3.14 也就是等于6乘上3.14 等于18.84 那灰色部分的周长呢 就等于圆周长再加上两个直径 圆周长是等于18.84 那两个直径是6加6 就得到了30.84 那这个灰色图形的周长是 大约是30.84公尺 那今天就是以上我们圆周长 还有圆周率的一些计算方法 以及观念 希望同学能够学会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